我们丢掉祖宗的教诲 充其量不过年百年了 不算很长 前面一百年是清朝的末年 俗乎了 就是不重视了 但是还有人讲 民国这一百年 中国这块大地 是混乱的军 军阀各局 中日战争 所以讲的人都没有了 尤其中日战争之后 中国的家庭 这个大家庭都没有了 这是八年战争 中国最大的损失 把我们的家灭掉了 再不能够恢复了 这个英国责任 日本人要负化 这对中国的伤害太大太大了 中国这个家庭 小家庭的那种幸福美满是临时的 不过顶多二三十年 一劳一劳一退休 你就哭就来了 马上就看到了 大家庭的脑子里头 决定有没有这个东西 你家就毁掉了 家不能存在 家凭什么建立 就凭这四个柱子 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这四根柱子 这四根柱子 要靠能力 靠道德 靠因果 来树立 没有能力道德 家境不可能有 所以家没有了 能力道德就没有了 变成我们现在苦难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